汽车出门走在街上风一吹来 手还是会躲进口袋暖暖的好 围巾毛帽不是脱掉就是放进包包 因为周一上半日的气温稍稍回轩 倒是隔天周二不只要注意保暖 还要记得攜带雨具 北边的大陆高压开始南下 而连带的冷空气也从明天开始影响到我们 所以明天白天气温就会逐渐的下降 那越晚会越冷 随着华南云雨系冬移呢 台湾附近的水气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也会逐渐的增加 威力直逼强烈大陆冷气团 而且从周二晚上持续到周三一整天 北部和东部温度直接贴近10度 河谷区域也有机会低到8度 中部和南部更有感 温度最低也只有12度 高山还有机会降雪 今天晚上到明天星期三 这段期间随着气温降低 然后水气有通过的时候 可能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那另外在北部可能是2500公尺左右的高山 如果温度跟水气有配合的话 是有一些下雪的几率的 周三白天到周六清晨 强冷空气稍微减弱 西部转勤 东部偶有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 提醒您白天的阳光下 或许不会觉得冷 但是夜间因为强辐射冷却加成 日夜温差大 还是要注意保暖和防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